看完刚才美国刚刚公布的情报报告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最近的经济 中国最近公布了1到2月份的经济数据 在工业方面有增长投资也有增长 但是它最核心的经济的可以说是最大的隐患 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出现的是雪崩式的下滑 1月2月份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 负成长高达29.3% 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得起这种雪崩式的下滑 如果持续下去是不得了的 销售的面积是负20.5% 所以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是定在5% 去年成长5.5% 而且认为今年的5%可能是做不到的 下一个问题是它会不会因此转移焦点 像普丁我们的为大家报道 普丁反而本来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油价过低 他的政治声望下跌到只有五六成左右 却因为俄乌战争 他的声望高达79% 这一次呢 他选票可以说是完全的横扫了全俄罗斯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他进入第四任 或是跨第四任之前让台海升温 这个台海升温不是对台湾发动战争 也不是占领台湾 甚至不是夺倒金门 他是一种警告式的比现在更强烈的 比如说封锁巴塞海峡 比如说包围金门这一类型的 就是说属于这种警告式的strike 我们称为在外交手术式的一种警告式的军事手段 来提高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 然后最后带动他个人在中国国内的声望 中国民族是非常强的 有没有可能这么做 美国的几个重要的不同的负责人 给予了不同的答案 第一位是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把中国目前的经济的青年失业率跟不稳定 和中国在地缘政治里面某些做法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认为发生在金门厦门中间 把它内海化 而在这个地方出现大量的解放军 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他认为这是在整个中国当前经济放缓 大辈子之下 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逻辑 第二个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阿基里诺 在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他的听众会他的看法是 他坚称认为习近平认为 解放军要做好2027年攻占台湾的准备 但是真正内行的是 美国中情局的局长William Burns 还延续去年2023年3月 作证的时候完全一样的看法 他说北京已经从俄乌战争中学到教训 他不认为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 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而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习近平还是清醒的 关于中国是否会武力犯台 美国军方与情报机构一再改口 且说法不一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 20号在众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能坚称解放军做好2027年攻台的准备 但美国中情局局长博恩斯延续去年一样的看法 认为北京已从俄乌战争中学到教训 而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 这首次将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 与地缘政治紧张挂钩 对于北京有没有攻打台湾的计划 博恩斯与海恩斯没有再进行阐述 但中国的经济也难是地缘冲突的重大变数 近来北京在东海南海 甚至在金门与厦门海域 在涉及主权与管辖权的问题上愈发强硬 这虽然有其地缘政治的逻辑 但放在中国当前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 绝非孤立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 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局 21号解放军举行纪念以来 最大规模的联合战备警讯 两天共派36架式军机和六艘军舰 对台湾进行围堵封锁 事实上北京确实从俄乌战争中学到教训 去年4月的环台军演后 只为不打的战备警讯 几乎成了对台军舰的常态 而美国情报界一直有这样的分析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振 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将可转移内部压力 危险地带与中国的冲突即将到来一书的作则 也是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战略规划 特别助理布兰志 稍早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 面对经济困境 中国可能变得更加激进 且随着军事能力的成熟 可能会在短期内采取积极的动作 锁定对台军事行动的收益 来补偿因经济问题 对领导层所造成政治挥望的损失 每个小学生 每个小学生 在中国学生 学习的认识 在台湾是一部分的中国 所以他当然能 当然能处理人们 这种评论 而且他当然能处理 因为他也能处理 超约争人的游戏 在他的探索 所以他会知道 连续的设备 那些房子 都没有建议 并没有建议 并没有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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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 并没有资议 并没有资议 而中国经济困境的增结 能是房地产 地产商债务爆雷 更是没完没了 已知不抵债的碧桂园 虽有九笔到齐的 境内债务获得延期 境外债则进行重组协商 但已有债权人 在香港高院提出清盘诉讼 被视为优质民营房契龙头的 碧桂园一旦违约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将比恒大更大 而本周中国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 能重申推进保焦楼政策 但以市场化化解地产商的 债务地雷 显然缓不济及 官方本周公布 一至二月份的经济数据 在温和刺激政策下 工业增加值同比显著增长 政策引导下 投资也涌入了工厂 然而 房地产市场呈现雪崩式的下滑 一至二月份的新建商品房 销售额负成长29.3% 销售面积则是年减20.5% 总的来看 一至二月份 随着各项宏观政策发力显效 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但也要看到 外部环境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优存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 还需巩固 而房市持续低迷下 家庭选择增加储蓄减少支出 这拖累了消费 今年一至二月份 内需虽年增5.5% 却远不及去年12月的7.10% 尽管一至二月的CPI也有负转正 但通说阴影能挥之不去 华尔街日报更从一至二月份的数据中 发现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 及需求不足下的失业率持续攀升 中国青年失业率 自去年6月升至21.3%的历史新高后 官方以统计师准为由暂停公布数据 直到去年12月推出优化后的统计 剔除占了6成的在校学生 调整后的青年失业率 大幅下降至14.9% 但二月份又反弹至15.3% 整体的失业率更回升到去年7月水平的5.3% 这说法或许諷刺 但对当前资金撤离中国的情势 却又相当显示 去年中国出现五年来首次资金净流出 规模达687亿美元 经济放缓已减弱中国的资金吸引力 美国从贸易战到经济脱钩或去风险 都是中国流失FDI的原因 但这也是习近平对前期企业金管风暴 与着勤政策的不信任 而对国家安全有所偏执的习近平 去年修订并执行新的反间谍法 从原本44条扩增到71条 对间谍行为的定义笼同 这都让外商圈人人自为 而本周香港立法会火速三毒 并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完成正义多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条文中许多违反国家安全的定义 与中国大陆内地更加一致 这让多数的在港外商感到不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统计 至中共二十大后 高层与跨国企业的会面显著增加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 已超过中共十九大后的五年总数 这凸显高层对外资出走的焦虑 习近平本周在湖南的视察 还特别到当地一家外资考察 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发展 但对外商再多的安抚 对比当前被盗而驰的政策 更令人捆惑 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定在5%左右 这还是祭出非常规政策下的目标 但刺激措施难以为继 房地产泡沫又得要数年的时间来化解 而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往往来自于经济 习近平到了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事 若没有这张成绩单 要用什么来再次争取连任 这或许正是美国认定 习近平会在2027年对台 采取军事冒进行动的逻辑 而随着中国经济问题的恶化 台海危机的风险恐怕持续升高